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 第七十一集 李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好不好 你做的饭很好吃呀 顾南亭吃着承宵的爱心午餐 还不忘记夸着他 让他的心情好一些 哼哼哼 别以为你这个样子 我就看不出你的意图了 你说你是不是想多夸夸我 然后让我多做几次饭呢 承宵对着顾南亭一脸坏笑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呀 每次都是我做饭 偶尔吃了一次你做的饭 我觉得很好吃啊 顾南亭跟承宵解释着 他现在有心情跟承宵闹腾一番 我当然看出来了 你以为这样就能不做饭了吗 不可能哦 承宵对顾南亭摇了摇头 我最喜欢吃你做的饭了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 把做饭这个重任交给我呢 顾南亭听了承宵的话 一阵低声笑 你要顾南亭伸手 戳了戳承宵的脑门 放心吧 我对你的厨艺太了解了 偶尔吃一次还是不错的 也请我的老婆大人 能够在闲暇时刻 多给你亲爱的老公 做点好吃的 既然你都这样要求了 那我作为你的老婆 必然是不能让你失望 我肯定会偶尔 给你来送个爱心大餐的 不过下次能不能从你老婆的形象考虑一下 你的办公室里感觉像是有个定时炸弹 听到承宵对自己办公室的形容 顾南亭再次笑出了声 你就是那么调皮 你这话要是让倪战听到他 肯定是又笑我了 顾南亭觉得自己人生中的两大克星 一个是承宵 一个就是倪战 你这让战哥听到应该感觉到很骄傲吧 承宵笑得一脸脚下 他可是被你放到了和老婆同等位置的地方 不对 你刚刚说的这句话是不对的 我需要纠正你 我老婆是我老婆 倪战虽然是我的好哥们 但是他和我老婆的地位还是差别很大的 他怎么能和我老婆相提定论呢 承宵对顾南亭的这番话 表示了高度很满意 我好像理解你为什么那天吃醋了呢 他半躺在顾南亭办公室的沙发上 跟他表达自己的感受 你刚刚一说 我觉得你才是对的 你吃醋的行为也是对的 顾南亭没想到从承宵的嘴里 竟然听到了这样的话 那是谁还说我过分的呢 顾南亭终于找到机会这样说承宵了 就有些小朋友不太会说话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好不好 承宵可怜巴巴地扯了扯顾南亭的衬衫 顾南亭对于承宵的小眼神毫无抵抗 如果不是因为办公室里 承宵会被他吃的骨头扎都不剩 好了好了 我已经明白我老公的心思了 承宵起身在顾南亭的唇上亲吻了一下 就算是给他个甜头 你的上班时间快到了 我要回去了 我可是不想让大家看到 我衣衫不整地从你办公室里出来 还记着呢 顾南亭对于上午的事情 并不觉得有什么 不过承宵担心 那就多注意一下吧 那你快回家吧 在家好好休息 晚上换我给你做饭 听到顾南亭这么说 承宵乖巧地点点头 这样太好了 是他想要的结果